你曾看过 Hebe田富珍2016年专辑日常的封面照吗 装扮像巴比娃娃在实验性梦幻场景里 这是斯洛伐克摄影师玛利亚斯拉波娃的作品 成容获许多国际摄影奖项 顿在2017年获选富士比杂志 30岁以下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强调人与空间的关系 透过实验室操现实的色彩 给人一种奇幻的感觉 展场结构采用共产时期的玉柱工法建筑 以进场的连衣室装置与主题泳池相呼应 此次共展出泳池 塑胶空间与人性空间三系列 为了营造历史的平行时空 甚至到二战后留下的旧建筑泳池里拍摄 以这一面经典画面来说 它把所有人物塑造成像巴比娃娃 反映说在这个空间里面诸多的限制 就像这个标语禁止跳水一般 因为种种的限制让人们 即使在欢乐游泳池也只能面无表情 那为什么会特意做跳水的动作 因为它鼓励人们去挑战这些规范 三楼的多媒体互动装置 更带人进到创作艺术的思维中 展场到11月18号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前去参观 记者金玉文、周恬均台北报道